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法会 很荣幸 我是1956年 我是猴 我要问我身体的情况 五六年的猴是吧 是 我首先告诉你 你要特别当心的是你的腰 腰 从这里部位一直到腰部以下 这一段非常不好 肠胃不好 是 然后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实际上人很好 但是你怀才不遇 你有才华 但是你一直事业不是太顺利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你要注意 你有一个是肾脏有点小问题 一个肠胃有点小问题 而且你要注意 你的肝啊 跟胆啊 这个地方也要当心 因为我看你肝胆这个地方 有黑气很多 明白了吗 是 你不要喝酒行吗 少喝 不要喝 已经尽量不喝了 尽量不要喝 好吧 那我可以顺便请教我母亲的身体吗 好啊 母亲是 你问的短一点 一般只能问一个 1936 属老鼠 整个身体都不好 浑身都是病 就是脑子很清楚 是的 你能不能给他念点小房子啊 行啊 好吧 好 你慢慢学到门口 待会儿去拿小房子 拿了之后你就回家给他念 念完了给他烧掉 你慢慢会严肃 还有 你有一点积蓄的 你给他放放生吧 好 好吧 可以 因为你这个人呢 什么都蛮好 女人缘也不错 尤其年轻的时候 但是呢 你有一个不好 就不大肯花钱 所以你自己呢 孝顺孝顺总是好事情 对不对啊 是 好不好 你还是有运气的 你这个人还有运气 因为你比较稳啊 做事情比较稳啊 还是有人会跟你合作 有机会 但是你如果你每天 如果多念一些 准题神咒 还有大吉祥 天女神咒 还有就是要 如意宝伦王陀罗尼 就是万事如意啊 你看看 你事业还会有发展 好不好 好的 因为你做小生意现在 不大 做不大 听得懂了吗 是 是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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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